观察当代的一个建筑跟城市的发展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开始慢慢脱离过去50年间 有一个主义跟典范的一种巨大的影响 所以这次的课程非常希望请到几位讲师来分享 三个概念的区块 一个是自然跟几何 还有媒介跟方法 以至于跨域跟制造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他们在这些议题的冲撞之下 一直在找寻一个独特的设计观点跟方法 然后来解决这些他们面前所产生的一个设计机会 跟去解决那样独特的一个问题 那这次现象是当代建筑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存有的一个状态 希望来分享给各位关于这个当代建筑 一个多元游移设计观点的一个丰富的现象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